你怎麼這樣說啊 她只是把她的主持重心放到內地去 她這樣子做啊 還不是為了服務觀眾 她是佛心來的 這不像你會講的話 小梁 不是 老師 人都到現場了 你能說什麼呢 是不是啊 小NONO 我可不想回家找媽媽 不得了啦 我每天跟她說不得了的那一位 今天來到了現場了 老師 是誰 我們的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說為什麼我要出賣大牌 今天這位就是大牌 為什麼要出賣大牌 對 大牌 不然要出賣警衛嗎 我跟你講 因為出賣大牌 大牌 因為出賣大牌會損 因為以前像凱撒大帝 每一個人都想出賣他 因為他是凱撒大帝 出賣他有成就感 有榮耀感 有光榮感 沒關係 我只吃過凱撒沙拉 現在呢 我們要請黃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的這個大牌重量級的藝人 不得了啦 我覺得你那個梗好難學喔 各位先生 讓我介紹 Present The Taiwan's Local King 吳宗賢 哎呀 見鬼啦 粉土天王吳宗賢來踢館囉 還有Consum Music的阿咪老師喔 憲哥始終愛不到的林若雅也來囉 還有每次節目都搞很大的神韻力 最懂憲哥玻璃心的資深製作人碰狗 還有資深的幕後工作人員芒果 那我很想瞭解你 為什麼今天會來啊 像你這種咖 是 因為你也知道 就衝著兩位的好朋友 是不是跟節目 少一點啦 跟觀眾朋友大家分析這個台灣 目前的綜藝節目的景況 綜藝節目呢 你要做多 你就必須要減價 你要降價 否則就不能夠繼續 去拿那種超級天王架 那台灣現在為什麼 會開這麼多的談話性節目 因為他造價低 所以他可以存在 兩位一定要把這個正摔起閉 把這個台灣綜藝節目再次做起來 謝謝 謝謝憲哥 我覺得他主持還不錯 不過我就 在當時我就已經開發到 黃國倫老師 以前叫黃國偷嘛 他叫黃國偷 黃國偷 然後他 我就覺得這個人 道貌愛然 因為他坐在那個 講名台 一副要把自己 好像是一個音樂人 不能開玩笑 但是包藏獲席 也沒那麼嚴重 但就是人家名臉滿好笑 但是他就是硬撐住那種感覺 但是我已經感受到 他體內有那種諧星的因素在 所以後來你看 現在撐不住了吧 還不如出來主持 是不是啊 然後搞得好像走口袋裡面 什麼好玩的東西 搞低搗蛋 對 我覺得真的今天 我們這個節目可以提到他 是 真的是要好好的來聊一聊 你所不知道 你不可不知道的吳宗憲 對 那今天這五位呢 為什麼要來出賣憲哥 到底他們跟憲哥之間 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呢 阿蜜啊 你跟憲哥之間的合作的那種 Kubi0 你怎麼知道他要什麼音樂 或是你怎麼需要他的音樂 我們應該是從 Super Sunday開始 在 其實為什麼 我覺得我們從來不彩排 然後我們也不套招 這個是真的事情 然後因為這是憲哥要求 因為他耍大牌 你也有 你也有 我錄影有三部政策 不開會 不彩排 但是我也從來不NG 我們 對對對 我們有沒有哪一次 誰改NG啊 對啊 不要NG 因為自然的最好 他是這樣的原則 所以我就很爽 我就很開心 反正他不彩排 我就可以直接到 要錄影的前一天 然後才到 那你有沒有弄過音樂 他很爽 就是故意把它調高 然後他唱不上去 脫幹這樣子 他有什麼Keyword 就是說他講什麼話 你要做什麼事 沒有Keyword 我們兩位會互相散 會散音嗎 對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是吧 你現在主持 哎呀厲害啦 今天來了比如 林諾亞小姐 哇 長得真漂亮 然後 這位是 這個是誰 這是誰的老婆啦 蛤 哎呀 原來是大嫂 哎呀 人家是 哎呀 嫂子 賣嫂子 實在好吃 所以這本是餃子 心裡面想的是嫂子 實在好吃 然後人家說得多好 好吃不過餃子 好玩不過嫂子 同有其不客氣 偶爾齊齊 沒關係 好懷念這一段 好懷念喔 對 我們是因為這個 金艙大拍賣 所以就 麻煩想掉就算了 謝謝 那再來我們這個 這個所謂的新憲嫂 愛憲哥愛不到 對對對 是愛憲哥愛不到吧 對不對 憲哥 OK啦 大家有個台階像 哈哈 我跟你講喔 我真的 我想 今天有那麼多媒體記者朋友 諾雅來講一下 我算不算一個 gentleman 是啊 憲哥真的是 給你講話的時候 不要瞪著他 他算嗎 他真的是 是嗎 真的是真的是 把我們差一點 他也是講出來 好可愛 我嘴巴見啦 但沒有啦 就好朋友好朋友 對啊 對沒有 憲哥真的就是很 gentleman這樣 然後是 大家其實看到他在螢光幕上 就很搞笑 然後嘻嘻哈哈的 其實他私底下是個 其實我覺得他其實 很多東西想很多 他心思非常的細密 然後 其實也非常會照顧人 非常體貼 諾雅 你再捧他 我們就要騙你 幫他 不是 因為我從那個 民國88年那個暑假呢 就跟憲哥呢 有一個不解之緣 其實憲哥呢 中間發生過太多的事情了 那個數也數不完的 對不對 憲哥 包括有 天使 有蜘蛛 有女星 有糖果 還有太平公主 哇 那個洋洋傻傻的 有太多的故事 都是我們在眼底看過 憲哥發生的事情 太平公主 嗯哼 你就直接講出來 哪有什麼太平公主 沒有太平公主這一段嗎 糖果呢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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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諾雅你覺得呢 你覺得是怎麼樣 諾雅 我覺得 有能力好的男人呢 身邊應該都是會有很多的 我也覺得就是應該的 所以你看他後面 事實可以證明嗎 這個一般都是喔 一見面開20平 你應該有這種陣仗 哎呀咖啦 你怎麼要出賣他 今天為什麼來出賣 你要出賣他什麼 我出賣他說 在節目上面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可是 他沒有真的約過我吃飯 哦 哎呀 對啊 其實我講真的 在節目上面呢 是一個橋段 對於一個漂亮的女生呢 你對他吹口哨 是一種禮貌 哦 對 不是狗狗嗎 我跟你講 我 我證實給你聽 所以你說 所以你說 我有沒有對你吹過 哈哈 怎麼可能 當然沒有啊 憲哥怎麼可能有 那不是證明了嗎 不會啊 是 所以這是一種公尾 憲哥一位 所以有時候 這個節目裡面 我其實喔 在感情上面 我告訴你好了 我是很自卑的 對 對 為什麼 你看當年未婚生子啊 然後我要 我要面對我的孩子 你知道嗎 我又想要當一個 我渴望愛情 但是我又想要當一個 負責任的父親 很難嘛 感同身受嗎 老師你怎麼搞得 好像也有一些 心吻氣急煙的感覺 我覺得我今天看到他這一面 我們還滿感動 是 我覺得我 聽不太真的很喜歡他 什麼東西 但是我覺得 我喜歡他這一面 我告訴你 我面對媒體喔 只有一天 可能嘴巴見一點就有啦 但是我 我說的一定是真的 如果我沒有把握 可能會是假的 我就寧願選擇不說 憲哥 你該不會要唱歌 所以你覺得他跟你吹口哨 他喜歡你 然後你在等他來約你 沒有 所以你覺得他跟你吹口哨 所以我講真的如果 算一下 算一下 沒有沒有 好 問就問怕誰啊 我們對你算了就要問 來 莫亞 如果我約你吃飯 你會出來嗎 搖床的鍋 現在 我憋你吃飯你會出來嗎 現在會 現在 那這麼晚你又去哪 好好笑 是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你真的很好笑 沒有沒有 我講真的 今天才好笑 我跟你講 你們要原諒華老師 他中間有十年的時候 他去山上了 他不知道世間發生了什麼事 我覺得他真的很聰明 今天有點像鴻門演 是是是 接下來因為呢 沒有我還是想聽他的答案 這個你現在約他 你誠心約他 我可以認真的約他 要不要改天一起吃個飯 可以啦 可是我覺得你約女生不要做 聰明還有四個女生 然後做這樣 你這樣約有什麼誠意呢 你可不可以來下來約他 兩位 四位 你可不可以有一點誠意 沒有真的啦 真的是好朋友 而且我們 我們也算是有一段時間 算是螢幕情侶 沒有 那是謝雷 謝雷跟張琪 不知道 OK 在這波上 一個野人 在這上面 一隻大水鳥 等等等等 鴨頭上面怎麼會一次大水鳥 那很恐怖耶 其實我告訴你 他不錄影的時候判錯了兩人 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會看人就是說 他如果跟你很熟悉的話 他就會跟你多一點話 但如果他跟你不熟悉 我跟你講 他是一個非常文實彬彬的人 我從認識到現在 我沒有見過他罵人生氣 只有一次 那個是什麼情況 就是有一次有一個 就製作人 發了一個神經病 來 來上節目 結果那個完全不照腳本 然後自己亂演 然後講一些不堪入耳的話 結果憲哥他就 也沒有罵他 就直接麥克風收起來 就說 跟導播講 咔 我們不要入了 然後他進去罵那個製作人 說你怎麼找這個神經病 他就說 你是個豬頭啊 他最嚴重的就是這一句 所以你為什麼 發這個人來幹什麼 沒有沒有 阿密你對他講真的沒有說服力 對 他聽不懂嗎 唯一一次 我真的講出來嗎 不信你 阿碰 你問阿碰 我從來沒有 因為我脾氣很好 就說 沒有 我們就是 能為大家服務 就是我們的福氣嘛 對不對 那把握這個工作的機會啊 能在台上 我們就好好為大家表演 唯一一次 那個地方叫做 走馬賴農場 喔 真是一個好聽的 喔 我的天啊 為什麼為什麼你會那麼氣 為什麼 我看你給阿碰講一下 好 謠傳就是說 全世界居然可以讓憲哥霸入的 居然是我們的良智座 憲哥 一走到走馬 我們戲稱這個叫走馬賴事件 憲哥只走到前一天 聽起來憲哥 憲哥物色 遠距離 走馬賴 憲哥前一天跟助理說 這個內容怪怪的 一般憲哥 都會不會對這種內容有反應的 但小良時代可能太扯 想要硬拗憲哥 然後就硬不改內容 就是助理已經覺得不行 好大膽 對 他很大膽 他很多大膽的是都對憲哥幹的 然後憲哥想說他是個天王 跟小良講了說內容有點問題 小良有智商的話應該會改一點 他有嗎 沒有 那天就憲哥大了 有車車就開到那個門口 憲哥一下車已經先嚇一跳 那個農場老闆出來歡迎憲哥 我根本覺得那個是 然後我們也就很 也就錄了 其實那個OK了 我覺得可以接受 他問題是他那個是什麼 就是說有一個人 他腿102公分 恐怖了 竟然有一個比他長的 而且是一個恐怖的數字 那數字攤起來是 好智障喔 我說就是長2公分 這有什麼呢 你別的地方長2公分 還可以掏出來這樣 我氣到 而且那時候在打仗 那時候 因為打仗打得兇嘛 小良給你一個時間 學習一下檢查 我愛你為什麼要這樣搞 搞無中心 你也知道的 為什麼 走馬來農場 不好發人 大哥 我們不是像玉琳哥 是從台北帶臨時演員下去 我們是在當地尋找的 而且呢 那邊本來是有一些俄羅斯的團體 在表演啦 對不對 那我們想說俄羅斯團體 應該都是像馬格力特這樣 人高腿長這樣 後來我們才知道 他俄羅斯人也有矮的 然後硬要我拿尺去量人家的腿 104公升啊 兩碗 我怎麼看就是104啊 氣瘋了 真的氣瘋了 哇 怎麼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你不對 真的 其實不只我 其他的人 也有看過憲哥生氣吧 其實我覺得憲哥 平常生氣 他不是生氣 他平常表示抗議的程度 他就是在那個沙發上面 然後一直說 這個時候就表示 你的單元有問題 真的 真的 因為那個時候以前 我跟那個 我們那個 碰哥合作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是小編劇 他呢 就在故意在外面帶觀眾 然後叫我先去 跟憲哥講節目的內容 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跟憲哥講說 憲哥不得了 我跟你講 等一下的內容 就是有三個歐巴桑 要來跟你獻文 然後就跟他演了一段 天王福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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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憲哥是屬於這個狀態的時候 唉唷 我就是要跑到外面 去跟他外面 假如在管觀眾的人說 欸 碰哥 那憲哥一下 還有未來怎麼辦 現在該怎麼辦呢 我們這個 觀眾找我等一下 但是我知道了 還有 不單製作人惹你生氣 還有藝人惹你生氣 對不對 藝人啊 一般明明有我會忍住 明明有我 憲哥有一次真的忍不住了 真的有一次 那個時候我們在友台啊 錄一個小朋友相親的那個一個單元 然後呢 然後呢 我跟你講 然後就有一個 哇 太多把柄在那邊 香港的 現在也是 陳冠希 不是啦 天后啦 是他名單之一 的名單 這個緋聞的名單之一 他現在也是這個天后級的人物 他那個時候剛好來台灣發第一張唱片 大家都把他拱得跟這個什麼一樣 然後那一天呢 他就是要來帶一個小朋友來介紹說 來跟其他的四個小女生相親 一直等 一直等 就是不來 然後憲哥 我跟你講 憲哥非常有風度 他說 OK 還沒來是吧 那我們開始錄影吧 不是 憲哥還沒有來耶 沒有關係 我們就錄影 然後就直接開始錄影了 錄到中間那個人來了以後 衝衝忙忙的我們就把他推上去 可是憲哥從頭到尾 一句話都不跟他講 一直到節目錄影結束 他真的生氣了 真的 你知道嗎 因為憲哥最討厭人家遲到 他只容許自己遲到 誰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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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多年前我就給他一個綽號 他每次憲哥來 人家都叫 憲哥憲哥 我說 你來 對 有沒有 有 對啊 而且他每次都派他的助理先來 我跟你講 他助理先來對不對 然後就要看說 奇怪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到了 如果有人沒到 他敢打電話去 他就指定 有一天喔 我們就跟 我們就跟那個助理講說 沒有 全部都到 你趕快叫憲哥來吧 真的延遲了 他說好 那這樣子好了 憲哥已經到樓下了 我現在拿鞋子下去給他換 喔 OKOK 那他趕快下去 結果過了又半個鐘頭 那個助理一直拿著鞋子 站在門口 我們還下去問他說 你有沒有要緊嗎 我要聽他講一句話 真的 我覺得來者刺客 不要抱人家那麼多負面 我覺得他沒有遲到 那助理很好 像助理因為每天 不是遇到 這麼大的心神壓力 那製作單位就一直逼他 那一般人是被棄受 他那個助理是被棄受 對 對 因為我會不關你好 這樣 除了抱你的量 我們要跟他說話 對不對 對 我覺得不能一位要給當事人說明 你為什麼常遲到 我告訴你 我的工作 遲到它些微的遲到可以被接受 就跟比如說我錄影的時候不開會嘛 不彩排 但是你拼命NG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不開會 不彩排 但是我也不NG 這個是專業的表現 OK 那我的遲到是因為就是說 我到了現場之後 三分鐘之內 我就可以錄影 哇 我們有沒有哪一次真正是RE過的 還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育林兄 沒錯 其實因為 因為你們剛講的話題 我是比較不認同 就是說你們都一直講到遲到嘛 可是我覺得憲哥的遲到是種美德 我 憲哥你不能說你欠他主持費 你現在就在這邊搞 沒有 我講的是真的啦 是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一直要他快點來對不對 其實根本都要沒準備好 每次憲哥找到 結果女藝人化妝的化妝 穿衣服的穿衣服 其實每次憲哥來 他雖然遲到 可是帶動一股氣勢嘛 他大家趕快弄 就 而且憲哥每次遲到的時候 因為他就有罪惡感 所以他每次遲到的時候 然後那個引路也特別好 對 我剛才講到說 憲哥一直在講說 他因為不用蕊 憲哥我問你 你不知道你沒有蕊過對不對 我跟你 杜鵑花四蕊 蛤 杜鵑花四蕊 牡丹花兩蕊 玫瑰花兩蕊 總共幾蕊 欸 你很厲害 這是Discovery之道 快一點回答 杜鵑花四蕊 牡丹花兩蕊 玫瑰花兩蕊 總共幾蕊 拉巴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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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其實我想吃 來包著啊 下門了 牙齒拿來啊 我覺得就是 沒有就是那個 巴蕊喔 我要吃宵夜 接下來呢就是 我們憲哥的鬼劍仇 你有什麼事情要說的嗎 沒有 謝謝 還有什麼人 覺得會 對不起 那個憲哥的地方 有沒有覺得 你做什麼事 對不起 好像都是憲哥對不起我 對不起 是嗎 有一段時間喔 去憲哥家 今天跟會計講一下 我跟你講 每段時間去憲哥家 那薇薇姐看我們眼神都怪怪 好像覺得我們很髒 也是把我拉到一邊說 玉琳啊 以後你錄影喔 不要每次都搞那種東西掉下來 那憲哥 搞得好髒喔 每次喔都還要回家之前 還要去洗澡幹嘛的 我叫他奇怪 有嗎 有這種事情嗎 後來 後來我實在跟憲哥講 才發現說 原來不是 因為憲哥有時候錄完影 可能比較開心嘛 那可能有的 有的 有些女生很喜歡他 憲哥你就生事啊 喜歡就帶人家喔 聊聊天約個會 什麼 那玩自己以後總是要洗澡 什麼玩自己啊 是啦 我們在友台的隔壁 就剛好有一個 然後回到家裡面 因為洗澡就有沐浴乳的味道啊 你想想看嘛 晚上十二一整天沒有回家 怎麼晚上十二點一回到家裡面 身上就香香的呢 我會覺得說 同憲 那你怎麼胖胖 你怎麼都香香的 然後憲哥就突然 趙哥怎麼辦 可是因為他反應很快的 他不到三秒鐘 氣死我 那個玉琳喔 每次錄影叫他不要拿東西 往我身上弄 每次弄我他要洗一次澡 欸 諾亞 你不要相信他 真的在幫憲哥補充 喔 對對對 沒有 憲哥是真的啊 這也省憲 我要說的是憲哥真的很認真啊 對對對 以前做就是 梁志忠那時候 做我們的大策劃的時候 我們有個單元 就是 憲哥找一個好朋友來 然後回答問題 憲哥躺在那個 那個床上 對 然後綁起來 綁起來 那真的是丟東西啊 丟水啊 丟麵粉 那先說就是憲哥很敬業的地方 我們那時候Rundown上市說 先麵粉再水 然後憲哥說 先麵粉再水 對 憲哥就想到說 先水再麵粉 喔 先水嘛 然後再來麵粉 對 小春答錯 對 我要受罰嘛對不對 對 說超級好朋友類似這樣嘛 對 但都沒有跟我講 他有一個是 黑的那個叫仙草 仙草 仙草 半筒 他起到那個下來 哇 衛星撞地頭 罵你啦 那個整個冰箱 你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看過 郭忠倩的另外一面 不為人知 他講的可能就是說 一般人不太清楚的事情 喔 這樣 因為前陣子流行 那個某一個藝人的那個什麼 電腦被 喔 我跟他講的是他那個電腦裡面的一些 比較秘密的東西 我把它公開出來 喔 很多人他不太清楚說 是不是 這個電腦裡面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一些什麼 比較煽情啊 或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憲哥也不例外 我還沒說到那裡 那 這個東西呢就是說 他 憲哥 他之前有一台電腦 你只是來賓的面子 你搞那麼長 我們是主要來賓的 還有二四五還有五位 我們都知道大拳拳吧 我就把幾句話就把它解決 他裡面非常多的A片 那每次被人家看到說 你憲哥你這裡面怎麼有A片呢 他就會說 那個是沈玉琳 因為沈玉琳要看了 所以記放在他的片 可是我跟你講憲哥情侶室裡面 有一點變態 他很故意就是說 比方說現場沒有女藝人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子安靜的看嘛 他也不會把音量開很大 他只要看到王瞳走過去啊 小胖胖走過去啊 他就很故意啊 突然大聲 我跟你講 我那真的是為你download 我們講真的 我真的是不看那種東西 要看我老早對不對 跟康央界有多 後來自從 因為憲哥那邊超級電腦 他下載的速度非常快嘛 所以每次我一個禮拜 我錄影唯一的期待 就是等著看憲哥 電腦裡面聽 我承認沒關係啦 承認沒關係啦 你不要說無聊就喜歡啦 沒有沒有沒有 在北京的飯店 這個名字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就點進去看 然後就把它叫出來 然後就開始看 看看看 我後來醒過來的時候 是在打字幕的 你覺得太無聊 不是不是 我就睡著啦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看過A片會睡著 我覺得 因為那種事情是很美好的 你不能把它當作一種表演 對不對 那我講 對啊 就嘴賤嗎 越描越黑了對不對 我們真的是朋友 所以憲哥的意思是說 他就是40歲以後 就只剩一張 對對對 那但是我還要再講一個事情 就是說 大家可能在 不太清楚的 我要聊 講一些比較他心理層面的 很多人他認為他很高 其實其實您主持群可以加入A 那樣是有本的 我不要 阿密 講快一點 不是真的嗎 是說 很多人他認為 憲哥他的外表 或者他給人家的印象 是比較搞笑啊 對 不太震驚 事實上他 他有一個很大的夢想 解 請說 這講的但大家 不能用那種開玩笑的 那我不想 他是真的是很想從事教育 這樣沒禮貌 沒禮貌 他指聲有氣喘還在上 發出馬賽正在 我對不起 我對不起 我對你不近 對你來一次 所以憲哥他一直自立在 做教育這一塊 所以他的有一個很 很遠的夢想 就是說他有一天他希望 他可以做到很多元化的一個節目 或是什麼 是做教育給小朋友的 哇 你知道他哥哥是做當老師 是是是 因為他做不到 打不到那個學校 然後又被退學 對 所以但是他很有心 對阿 就是講他的教育 今天是真的 剛好有這個感覺 是我大概 這一生以來 算是很感動的一天 本來諾亞在 我今天就不講這個 因為我一直認為不太可能 我就這麼不愛念書 為什麼 我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女兒 剛好就上個禮拜 然後就打一個電話給我 他說 爸爸我跟你講 那你現在在幹嘛 我說我在開車 那你先把車停下來 我說什麼事 你 你 懷孕了嗎 他說你先停下來 我再告訴你 我把車停下來 我第一次一個人 在 在深夜裡面 我就抱著那個 方向盤 方向盤就 痛哭了 我女兒告訴我說 他考上 大陣更大 Oh my God 我可以抱你嗎 憲哥 憲哥 我的天啊 其實今天 如果是我 我最想了解的吳宗憲 是這樣的他 哎呀 你放心啦 他可以講出真正心中的話 阿咪老師 G key G G 你沒有哏 已經弄過兩個字 後面 好 D key 來我 我唱一段歌 我的歌送給你好不好 我希望今天晚上 不要 眼淚 眼淚都是我的體會 成長的滋味 成長的滋味 噢 眼淚 忍住眼淚 不讓他們看見 當些心的感覺 噢 孤單的感覺 雖然我是Logo King 還是要被別人 當過節班人 沒有 你看真的不能理解 我們很難了解 他到高速的上門的感覺 真的唱得太好了 黃老師可是你剛剛有看Monitor嗎 你對著憲哥唱歌那個畫面 看起來好不舒服 你應該不要考慮了 你有真的感動 真的感動 我唱還不是舒服 其實我是有感 很多人只看到憲哥表面的一面 就是說好像緯文語有很多 但是其實憲哥回到家裡面的那一面 因為我們覺得說 經常會去他家開會 我跟你講很多人 對外宣稱 很多我們很多男藝人 說什麼是 好老公 都是屁 都騙人的 真正名符其實 我跟你講 我敢在這邊大膽的說 以前這麼說 現在這麼說 未來就是這麼說 真正最愛家 最愛老婆 最疼愛他的兒女的 被憲哥莫屬 你能看到一個父親 一個這麼忙碌的父親 回到家裡面 看到小孩每一個就抱啊親啊的 然後跟小孩亦師亦友 同時也是兼真父親的角色 所以這等等這一面 其實是很多人 包括我們很多媒體朋友 都無法看到這一面 就是憲哥回家以後 他都會跟他的小孩說 Baby我回來了 爹地回來了 可是他叫第一聲的時候 彈鋼琴的還是在彈鋼琴 玩Wi的還是在玩Wi 可是等到他音量再高一點 哎呀爹地回來了 他們才下來跟他擁抱 輕輕的七秒斷鞋擁抱 然後就離開了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 看到憲哥的三女兒 跟憲哥的兒子 憲哥的三女兒呢 他就是憲哥戴假髮的樣子 就是憲哥 而且是小丸子的妹妹頭 就是憲哥的三女兒 然後憲哥的 很漂亮的啊 很漂亮很漂亮 你記得我都看過 然後憲哥的那個小兒子 長得很帥 因為像薇薇姐 其他也還有嗎 要補充一個就是 憲哥家庭的那一面 可能大家解釋過 就是我們覺得 做憲哥的工作人 真的很幸福 因為憲哥非常貼心 我舉一個很小的例子 有一次我們跟憲哥 在北京滑雪場錄影 天寒地道 那個零下 零下 那下雪嘛 整個都冰天雪 然後憲哥的助理 總經理在憲哥的後面 滑雪滑得好開心 哇 那憲哥就是在那邊主持節目 然後主持一整天 從早上到晚上下 站在雪上面 哇 錄完以後我們回去 然後一般就是收工以後回去 憲哥都會是大家 如果工作人很多在的話 是大家的開心果 幸福會講話講得 讓大家很開心 但那一天 那一瞬間我突然發現憲哥不見 沒有聲音 就去找憲哥 就發現 沒想到一個巨星 一個人 窩在一個小角落裡面 浴室的小角落裡面 在泡腳 就是說因為那一天 因為我說 就是台灣人其實到 沒有到過雪地錄影的經驗 所以給憲哥準備 就是一般的鞋子 其實那天憲哥站了一天 整隻腳已經動壞 但他在過程中 兩腳動傷 對 都動傷 但他在錄影過程中 完全沒有confirm我 就說 沒準備好什麼 沒有 就忍著 然後錄完影 然後也沒有跟我們工作人員講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哇賽 那時候感覺 那怎麼是 看到憲哥那種感覺 今天聊了很多 其實我講真心話 我因為 我大概17歲就離家了 所以 我的生活裡面 尤其這些朋友 跟我真的比自己的兄弟姐妹還要親 所以我都很珍惜他們 阿咪也一樣 小梁 阿彭 諾亞 山亞 玉琳 我都把他們當作 其實再也沒有比這個重要 的朋友 朋友 反而是比家人來得重要 還有 黃國斌老師就 就 實在話 不要真心話 這樣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接觸 那所以 所以 你就會覺得說 我捨不得一次對不起你們 對啊 我相信你們接著下來 也不會有任何對不起我 那 要人家愛你 你要懂得先去愛別人 所以我 我只是進來 爸爸告訴我一句話 我 我 你 你搞笑會受不了 我ok 啊 你只是因為我都沒講到你 哈哈哈 我 我怕 就是我怕 人家悶住了 對對對 所以就是 因為憲哥 他是一個很職業的主持人 他很怕中間有人場的地方 結果我們不怕 因為都是力造成 那傳藥有什麼 不為人知 憲哥不為人知的一面 他有摸過你嗎 講太 講太溫心的 真的是 不夠辛辣 現在節目都要很辣的嘛 對不對 就是有一次 那時候我們剛剛 從民視 回到台視嘛 然後首屋也是像今天這麼多 媒體記者來 然後 因為那一天 憲哥也是遲到 大家就等著要錄影 然後後來 就是憲哥上台了以後 攝影記者 因為以前有一個報社 就是大城報 蘋果日報還沒出來的時候 是大城報很去抖 好久了 然後那個攝影記者 也是很大把 欸來 宗憲 然後那個誰誰誰 來拍照拍照 那大家 因為我是通告嘛 然後那時候 全部的藝人 就像今天一樣一直在等待 然後等了很久的不耐煩 後來我就不小心碰那個記者說 欸不好意思我們要先錄影 他就在攝影棚裡面大罵我 就一直罵我說什麼 我不專業啊 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後來是憲哥出來幫我結尾 那一刻我差點都哭了 是嗎 對 那幾個小時 因為小人沒有出來 他躲在旁邊 對啊 怎麼來 對啊 都製作人 跟我屁事啊 我就是剛剛跟你報告一下 因為平常呢 我們也沒有辦法罵蘇亞嘛 他是一個很不受控制的靈體 他突然有一個攝影大哥 仗義直言想要罵他兩句 為什麼不讓那攝影大哥發揮呢 我以為只有玉琳哥幹這件事 應該的專動人 玉琳也是食蠟會什麼 不是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我想到了 憲哥那個時候 這個茶莊事件的時候啊 他把整個臉包住的那時候有沒有 我們特別去維豐廣場買了日本蘋果 上山去看他 去他家裡面看他 我跟你講 你就可以看到說 一個 不是他家在山上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一個巨星的悲哀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客廳 他們家客廳很大 他們有個水晶燈 大概三百萬 然後呢 客廳喔 客廳坐滿了 坐滿了各個電視台的高官 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就是跟蘇亞 我們幾個工作人員而已 憲哥也是親自迎接 還過來跟我們那個 開玩笑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憲哥 還跟我們開玩笑 他講什麼 他跟我們講什麼 你還是這樣好看嗎 什麼就是這種 還在跟我們開玩笑 我忘記講什麼 因為那天氣氛太悲傷了 我也忘記了 因為那個是在搶眼玩笑 其實好痛 真的很痛 而且又未光 西瓜刀 對啊 那又對媒體 我們只好選擇不說 其實是還滿 再低一點點的話 可能就真的要 補課船長 對 做頭飾了 然後呢 後來呢 因為那個時候呢 憲哥呢 就是不准人家 那個媒體記者進來嘛 所以媒體記者都在外面 都架機器 可是呢 裡面做了一個 某家電視台的總經理 然後呢 他呢 就跟憲哥說 他要來看憲哥 可是完畢了之後呢 他還跟憲哥講說 咱家是這樣的 忠憲啊幫個忙 等一下呢 我要出去的時候 離開你家大門的時候 憲哥你可以陪我一起出去嗎 那憲哥說當然可以啊 憲哥送客嘛 那有什麼問題呢 就當憲哥要送他出去的時候呢 那個大門一打開 然後外面的很遠 掉很遠的遠鏡頭 一直在拍的時候 那個總經理的坐車來了 坐車門一打開 裡面有一台攝影機 裡面有一台攝影機 然後呢 就是在拍他 就等於他是抓到了憲哥的獨家畫面 就是憲哥的那個狀況是沒有曝光的 然後那個總經理 他好說歹說 他最後還是為了他個人的利益 要為了這個節目的那個 可是我們也不能怪他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這個人物 不是有他的任務所在 今天來到這邊 可是憲哥也是很坦然的 看到攝影機 還跟攝影機打招呼 那個畫面你就一直在 那一天24小時 一直不停的重播 可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門一打開以後 小燃就衝出去 躺在外面 那個鏡頭上面 他衝很快 對啊 你搞不清楚 我爸爸知道 我今天有在你經理耶 真的是 對 剛好你沒有在那一台做節目 沒有 憲哥 憲哥 你怎麼講哪一台 沒關係啦 反正你現在有三例 你在怕什麼 對不對 但是各位你也知道 節目提名走走 主持去去的 而已 你說 你說 那時候就很不辭小良 那時候 就是大家都很素啊 有一個人嬉皮笑 然後搶箭頭 所以他爸爸才送他一本 一本正經 一本正經 你真的沒有正經過 不是 那天我看到憲哥 我是認識他這麼久以來 我唯一覺得說 心裡面就一直很澎湃 然後 眼淚就在眼眶打轉 然後 就不捨得啦 真的 雖然他有跟我弄過走馬賴事件 可是 是 當下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覺得他 為什麼是Superstar 我剛才聽 因為其實我不太懂這一行 我看你侃侃而談 我都插不上話 如果憲哥願意跟我唱歌 所以我還可以唱兩首 不太懂你嗎 其實好 OK啦 我馬上也會自己出唱片 真的嗎 對啊 我17歲開始唱民歌 對啊 17歲 我好想了解音樂的那一面 你音樂的那一面 我這一生 我這一生 最愛看過這一行 還沒有轉 人家說 Rolling stone get no mass 就是滾石不生胎 喔 滾石不生胎 轉業不具材 所以我在這個行業裡面 就二十幾年的時間 我希望觀眾朋友對我 可以多一點點的了解 當然 對啊 很多當然因為媒體上 大家開開玩笑 比如我像看到飛哥說什麼 打高爾夫球 輸他三十幾萬那個 我一定用這機會 跟他老人家講一句 飛哥 因為想說如果拿到那三十幾萬 你也很開心 我就讓你開心 要不然我們就乾脆 請媒體記者朋友來 我們兩個再來單挑一場 今天我們看到吳宗憲的另外一面 很好的口碑 但我相信 今天你最放不清不下的是你女兒 對不對 OK的 你有沒有什麼話 想對女兒說 對啊 該說的都說 我 印象中很 剛好 我們看到 電視上剛好有一個人過世 然後 然後 那個女兒 這是一個新聞 爸爸車禍 是 然後女兒就在那裡哭 爸爸 爸爸在哪裡 一直在那裡哭 這樣 那我們剛好一起看到這個新聞 然後我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 就是那個新聞 我們來不及轉台 我們就看了 然後他就是 有點 有點傷感 後來我就找到一個機會 我就跟他講 欸寶貝啊 你要知道 人呢 都會離開的 好像 地球上的春夏秋冬一樣 如果有一天 離開了 沒有什麼好遺憾的 因為我們曾經在一起 有非常美好的回憶 人只是短暫 而這些記憶這些回憶 卻是永恆 他就慢慢 哦 是這樣 不管如何 我覺得跟大家在一起 都非常的開心 我爸爸告訴我一句話 我到現在還很恨他給我這句話 什麼話 他說 兒子啊 老爸我呢 最值得驕傲的地方是 一輩子沒有對不起過任何一個 他的朋友 那我就想說 好無聊啊 這怎麼有什麼好了不起 年過四十以後 我才知道 真的好難 真的好難 要對不起每一個人 有多難 你要欠錢也不敢跟他吹啊 然後還要就是一起 一起有機會坐下來 聊聊喝喝 還要故意散開 連講到一個錢子 還要覺得好像 被他欠錢 讓我 十秒鐘澄清一下 那是因為那個電視台倒了 電視台的 所以沒有給我 所以沒有給我就沒辦法給他 跟我屁事啊 今天啊 真的我覺得看到了 搞笑的吳宗憲 睿智的吳宗憲 辛辣的 還有感性的 還溫暖的吳宗憲 我覺得我很熱愛我的觀眾朋友 真的 最後對觀眾說一句話嘛 對啊 好不好 謝謝你這段時間以來 你不要以為我是付出在為大家做節目 其實是你們陪著我 所以我 謝謝 謝謝 謝謝金燕哥今天來 也謝謝這個五位 出賣他的朋友 謝謝 謝謝 我們明天此時收看 我真的要謝謝他們 老闆到這邊 來 來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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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